哇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嘎 又來玩Psycho Champions了 上一次我們解鎖了一個新的角色 這個雷電 這雷電在你還沒解鎖的時候 阿嘎一直以為他是個太陽了 哈哈沒想到 然後看到他的武器 阿嘎已經想像到他的攻擊模式是怎麼樣的 然後看到他的特殊技能是靜止的時候可以恢復生命 加上他的生命值 那麼多有100哦 那是不是只要我們一直站著不動 會不會就可以一直打下去呢 那我們就來先來試試看吧 然後那個房間呢 我就選這個就上一次可以就是解鎖的一個新房間 是一個機械層 那我們來玩玩看好了 其實這個房間跟我今天這個人物還挺搭的 然後攻擊模式 果然就是這樣子一出小小的雷電 但他好像是只有一根這樣子射出去 然後就就完了 就是一下一下 那我估計要等後期多拿一點那個道具 讓他分裂的多一點 然後才會有那個效果 然後亡靈今天就不需要了吧 現在我好像穿透效果超級好 然後我來選 哎 撞擊物在撞擊之後發射額外的投射物 那我的我的雷電就可以反彈了 哎 是那個感覺了 就那個 所有的所有的RPG還是什麼 就是遊戲裡面雷電的屬性啊 都是這種反彈的感覺 所以可以一個雷電 然後打到很多敵人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加一下射擊範圍嗎 是不是加一下範圍 他效果會好很多 先拿這個啊 關卡長度 還有這個 這個我是不會選的 要生命值很低才會有用 那我再重選一個好了 哎有這個有這個 這個是好東西 但這個拿了會變無敵的哦 每三秒推開敵人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那這個 這個也是好東西 剛剛解鎖不久 加那個射擊速度 我就先選他吧 好了買不起了哈哈 兩個只能選一個 哇現在攻擊速度快了好多 這樣才對 哎呦 雷電就是應該發射的快一點嗎 一講到雷電 雷電的玩的都是速度 沒多少錢哎 扶置一個哇靠 那我的速度 變成飛快了哦 是吧 應該是吧 來試試看哈哈哈 加那個攻擊速度 我來看看好像有可以看到 看得到了 攻擊速度速度 有哪里看開火速率 60每秒 是這樣吧 哇 哇 他嘎都嚇一跳了 不知道不知道講什麼好了 變制效果 好了 他嘎宣布已經通關哈哈哈 哇 但是嚇我一跳 沒想到是這個這種效果 哇 哈哈哈哈 他剛剛看到現在都還在 哇嚇我一跳真是 再來選一個啊 哎 敵人被擊中的時候 有機會發射四枚子彈 好就選他了 我們我那個骰子很少今天 但是我用的太多了 哇看到這個就是這種感覺了 雷電系的感覺 只要走過去 索相批靡 然後我現在這種速度也不用擔心 什麼那個血量什麼的哦 就是之前選的其他武器 選的那個 哎哎 boss來了好像是吧 boss呢 哎來了 要小心一點這個 就這個boss很煩 他有時候他無定向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轉向 哎不過 我抵不過我今天的這種攻擊速度 然後我再加個射擊速度和暴擊率 那加了暴擊率那加了暴擊傷害 然後再來一個 就不要選太多次了 因為我已經沒骰子了 然後選這個吧 好 這之前選其他的 選其他的武器都沒有這個效果啊 還說其他其他其他武器可能選 像我今天這樣子選 也會有這這種的效果呢 但現在這樣子就很有那種雷電的感覺 哇靠打完了 已經打完了 啊這個東西沒用的 哎再來雙重再來個書 沒有沒有 又加那個射擊速度哦 不得了了 然後暴擊率也是超級高 好就他吧 反正我也沒得重選 再看看效果啊 有變快嗎 我來看看啊 收集品 然後開火速率 哎速率好像沒變快哦 是不是 60每秒已經是上限了 那我的暴擊率有20 20幾 少過去就完了 沒想到今天成型的那麼快 前面10 10波都還沒過 哎有個骰子 我很缺骰子現在 然後我就只要注意 不要被那些紅色打到就ok了 那以我現在這種攻擊速度 就是打到 只要我站著不動應該也ok 然後這裡有 哎 慢著 這個是好東西 就是我撿那個骰子時候 可以多撿一顆 那這一種呢 每每發射10枚射彈的時候 就可以有一枚那個巨型子彈 然後我現在發射速度超級快 我覺得可以選一下這個 試試看 然後大的那個是不是巨型雷電呢 不是就巨型子彈而已 有點小失望 但是好像也不錯 就他出來的速度也是很快 反正我今天今天現在這個狀況 那如果被打到然後就站在那邊不動 應該就就可以危險 相當的穩了 今天運氣來了 加兩顆骰子 然後這個我不拿了 再加那個射擊速度 好像也沒什麼意義啊 那他也加那個範圍哦 算了拿一下了 拿一下 然後這推開敵人也不拿了 那我加加這個速度好了 我加傷害好了 算拿吧 拿了之後我就變無敵了 加 運氣還是範圍呢 加 加射擊範圍吧 好 ok 了 有點糾結 今天越是輕鬆就越是糾結 就平常如果你 你 對你也沒沒得怎麼選 就是你只能往那個變強的方向去選 然後今天呢就可能會玩那個 哎怎麼樣 這樣才會拿到更多的好東西打起來爽一點呢 這樣子去想 哇這樣子一衝過去 然後全部都死光光落 哇今天我才是boss 哎又來一個雙重 雙重什麼呢 暴擊傷害啊 今天我有暴擊率 那我就用這個也不錯吧 哎我骰子不多也就不選了 其實這樣子不動也 ok 就只要躲那些子彈就 ok 了 然後我前面加了那個射擊範圍 讓我的雷電 在那個畫面更廣一點 然後因為所到之處就是可以攻擊的 就不像其他武器就打一打就就沒了 所以應該蠻無敵的吧 哇 給骰子 哎來得及來得及 每3秒還有每3秒都是3秒3秒的 然後選選這個好了 發射投射物 那可能也是也是普通的那種吧 應該不會給我發射雷電那麽爽吧 來 3秒到了沒 他發射了沒啊 我沒看到 哎說就很小範圍這樣子 沒看清楚算了 趕快去撿一下錢吧 不然他 你現在這個速度可能那個還沒繞一圈 哎對 一圈還沒繞完 然後他就已經結束了 重選時候有概率不消耗那個次數 那這個這個可以哦 然後這個這個不適合 增加那個關卡長度 要不要增加呢 算了不要了 加攻擊力 還有拾取範圍 哎加傷害可以 好 ok 了 傷害加了50% 然後那些敵人就全部都肯定秒殺了 今天毫無懸念 就肯定毫無懸念 不用掙扎不用像平常一樣 平常 起初的時候還要掙扎一下 就是不知道會不會死 要小心一點不要暴斃 而今天我覺得哎呀我給 人啊都是在 會死在總是會死在最囂張的時候 哈哈哈哈 還好沒事 我慢慢把那個血量回一下 應該就 ok 了吧 哇今天怎麼來那麼多個 加傷害還有加移動速度 呃 再來一個 哎加範圍也可以 射擊速度加了那麼多會不會更快啊 沒有哦 開火速度 好我宣布開火速度 那個60就是上限 然後現在 只要敵人沒打到我 我就不動 不行啊我要去撿東西啊 算了 反正今天我也沒有那個 一定要滿血才 才行的那個道具 是不用不用維持在什么 85%以上的血量 那我到去到處去繞一下也是 然後有緣的話 後面就再回血吧 哎呀呀 手按太快了 我本來沒有想說拿這個 就不一定拿這個 那好像效果也不錯 我拿了這個之後 哇到處都是毒啊 效果不錯是什麼呢 意思是什麼呢 就也不一定是打的更快 因為我我覺得打的已經夠快了 我是重點是那個畫面好像 更多東西啦就更豐富了 然後這個 今天我們要不要這個什麼步槍兵 這些 他們好像都來 就是都都長差不多樣子 然後我今天直接跳過這一部分 我不需要同伴 因為我已經夠強了 對吧 我打成這樣子了 還要什麼 要什麼同伴呢 對吧 有boss機這一關 喂喂喂 他他他這種攻擊模式 還沒看清楚他已經掛了 哎又是這個今天怎麼來那麼多啊 射擊速率還有加範圍 他怎麼總是給我加速率 還是加這個劇毒啊 好像也可以 其實這個也不錯啊 因為他他看了 因為他看那個 射擊的時候有百分之百分之多少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概率 就會出現一團雲 這樣 所以我攻擊的速率越快 然後他那個毒雲的出現的 的的 次數就越多了 好像這樣子用起來也是跟我這個蠻搭的 哇這個速度 這個範圍 我才是大魔王啊 讓你的子彈可以抵消那個子彈 然後增加我的射彈的大小 然後這個回血也不用了 我就直接拿這個就好 ok ok 哇 然後我的雷電好像也變大了哦 是吧 哎子彈也可以被我打掉了 然後我趁現在稍微回一下血啊 那我一會還是要去撿一下錢啊 好去撿一下錢 不撿錢也要撿道具 喂喂喂 又來不及 就是沒繞完一圈 然後就結束了 加射擊範圍 這個這個好像不需要了吧 這個加生命還有加傷害也ok 然後我應該可以再買一個 加 加幸運 現在加幸運好嗎 反正都已經那么強了 就加幸運吧 我幸運現在是多少 看看啊 運氣是gr 靠那麼少 哦 看到這個場景就壯觀了 哦現在90多的生命值了 再回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去 哎不行了 不行不能再等了 那去撿錢了 趕快一點 就還有一些道具可能 超錯過了 我今天真的來好多 然後給我這個 兩倍的幸運好 雖然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用 第19關的場的場景了 最後一關 那我們也不要站著了 我們去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再撿一撿 這最後的機會了嗎 最後的錢呢 什麽的看有沒有作用 獎勵 哎加兩個武器哇那厲害了 沒了 我的錢 我的錢還沒花完了 哇 但是boss很快就要跳出來是吧 然後boss打完之後 然後就就結束了 哎啊剛好選這個位置 這個可能就是我今天的封面了 好恐怖的這個場景 哈哈哈 boss什麽收出來 我覺得我今天可能會看不到boss了 哈哈哈 因為他還沒過來 他就已經掛了 然後看看解鎖了什麽啊 這個光之球 每發射10枚子彈 然後同時發射 緩慢移動的穿透光球 就電 電擊附近的敵人 好 然後解鎖了一個新的角色 叫做炸藥 但是看起來好像是一頭小恐龍啊 然後看我的等級在解鎖了些什麽 應該夠 最起碼給我提升一次吧 然後有這個召喚在附近移動的同伴 對敵人造成接觸傷害 好像跟另外一個道具很像啊 就是那個是加攻擊力 這個是直接造成傷害 能不能再來一集呢 哎沒了 好了好吧 那今天就先打到這裏好了 今天打的還蠻順利的 我覺得主要就是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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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麽藥了 科藥幻覺 讓我的射擊速度提升的超級快的 打的挺還挺猛的 今天蠻順利的 那今天先到這裏好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贊關注 謝謝大家拜拜